大家好,我是黃沛林博士 我是善行書院通識4010的老師 我自己本身是一個臨床心理學家 在你的學習路途或人生路途 一定會見到一些人 或者遇到一些人你是不喜歡他 或者你是不認同他的 或者他不認同你的 但我們一定會見到這些人 我們可以怎樣跟他相處呢 第一,我們要知道 英雄所見不一定略同 其實這個也是一個機會 令到我們可以去掌知識 去聽別人說話 去吸收別人的觀點 當我們吸收了之後 就會擴闊到我們的知識 但過程未必一定會很舒服 有些可能你不太認同他 覺得很不舒服 或者甚至乎你生氣 不要緊的 因為學習過程 往往都會令到我們 有少少不舒服 因為我們的大腦 是在吸收一些知識 我們的腦的細胞 其實都是在重整的 當我們過了這個位置的時候 其實我們的知識就擴闊了 第二就是 我們可以嘗試一下去了解他們 除了內容之外 了解一下 為何他們會有這個想法 例如說 是否他的成長經歷 會令到他有這個想法 所以在他這個角度 去看這個過程 我們可以建立更多的同理心 第三就是 我們可以去找一些位置 一些共通點是我們可以同意的 儘管大家說的論點可能是不同的 但一定會有一些共通點 例如說 很多時候我們會用的 其實我們大家都是想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這個位置我相信大家 亦都可以同意的 第四點 雖然我們未必會同意他的觀點 但其實我們可以去同意他的情緒 例如說 我知道你現在看到一些不公平的事 或者你看到別人好像對你不好 你也很生氣 第五點 當你跟他說的時候 千萬不要期望你可以改變他的想法 亦都好像你不會期望對方會改變你的想法 第六點 就是 不需要將這件事是個人的 不需要說 其實這件事是因為你的人格 或者是因為我的人格 大家討論的其實都是內容 而且大家都會知道 為何大家會相遇 大家會聊天 其實一定會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是你會覺得珍惜這個關係 或者這個溝通的 第七點就是 停一停 如果你覺得你說的事都過不了你自己的話 那不如不要說 因為如果你說了出來之後 只會令到那個情緒 或者整件事整個溝通更加差 第八點就是 記住 千萬不要拉其他人下水 如果你有幾個朋友在 你和對方在說的時候 你和對方在說的時候 這一個的 argument 或者這個conversation 都是你和這個朋友 不需要說 你是不是這樣想的 你也是這樣想的 這樣這件事就會越來越和 好 剛才那八點 如果你做得到的話 你已經做了九成 已經很厲害了 但是很慘 有時候真的 那些情緒越來越高漲的時候 真的大家想吵架的時候 可以怎樣去做 記住 如果開始想吵架的時候 停 還有記住大家的彼此尊重 還有將這件事 千萬不要轉化成為 一些侮辱的字句 OK 因為其實大家都是討論的一件事 第二就是 不要說一些東西 是不能回頭的 例如說 你這麼壞 我以後都不會再跟你聊天 我和你沒有 大家以後都沒有話說 這些東西是不能回頭的一些字句 所以你講完之後 很多時候其實都會後悔 第三 感受一下身體上 那個生怒 或者你緊張 在哪裏 例如說 你開始覺得 拳頭開始繃緊 開始覺得 其實心跳加快 呼吸開始越來越急速 這些是一些開始 覺得自己的情緒起的時候 那你可以怎樣去做呢 及早救火 做個深呼吸 或者你走一走開 將這個情緒 來到這裏 就停了它 不要讓它再升了 好 如果真是發覺 做了這些事 都真是不可以說得到 OK 大家尊重 大家停了這個對話 然後大家離開 總會是大家可以做到朋友 所以記住 其實跟不同的人聊天 他們有不同的意見 其實是有益處的 因為這件事 是給我們成長的 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記住 心理健康是很重要的 因為身和心 大家是華盲緊扣的 當你開心的時候 其實你會學習得更加好的 最後希望大家Enjoy 善行宵遠的校園生活 更加好的